大巴黎在本场比赛对阵上赛季大量联赛亚军尼斯的比赛中,也表现出来了相当低迷的状态。 本场比赛开场第21分钟,姆巴佩在后场就出现了失误,让莫菲在禁区内混战中直接打入了比赛第一例进球。 好在比赛第29分钟,姆巴佩也站出来了。 前场进攻中,姆巴佩接到了阿什拉夫的船中后,果断的一个不停球爆射打入了扳平比分的一球。 比赛第53分钟,莫菲在禁区内连续的踩单车随后一个果断的分球,帮助队友再次取得了领先。 比赛第68分钟还是莫菲,一个快速的内切,晃开了防守球员,在禁区边缘果断射门打入了第三例进球。 大巴黎已经来到了1比3落后的绝境了,而这时候姆巴佩也感受到了独目难知的痛苦。 比赛第87分钟,姆巴佩在禁区内接到了队友穆阿尼的挑球助攻。 随后姆巴佩侧身倒钩也打入本场比赛个人的第二例进球,但比赛时间也所剩不多。 最终大巴黎也是2比3,布迪尼斯,遭遇到了新赛季法甲联赛的首场势力。 在积分榜上也仅仅排在第三位。 新赛季在法甲联赛中开局其实相当不顺利的。 而本场比赛他们也创造了12年来的耻辱记录。 这是球队12年来第一次在主场输给了尼斯。 本场比赛姆巴佩也可谓是无力回天。 在亲手解决掉了梅西和内玛尔之后, 球队虽然完全是在他的掌控之下了, 但球队整体实力也出现了下滑。 以往在比赛中姆巴佩表现不佳。 还有梅西和内玛尔可以发挥自己进攻端的创造力, 帮助球队打开局面。 但是在清洗了这两位超级巨星之后, 大巴黎也可谓是原型毕露。 球队就连法甲联赛都踢不明白了。 新赛季在欧冠死亡之组中, 很有可能是小组赛出现都困难了。 好,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。 感谢大家收看。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,欢迎订阅转发。 也可在下方留言评论。 谢谢大家。